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为就是说他喝酒朋友点给送回来 但是让猪女士没想到的是 虽然已经是深夜 江华不仅没有让那名男子离开 反而从冰箱中拿出了几瓶啤酒 就着家里的剩菜两个人喝了起来 我只想给他拿啤酒 就说他这个小伙子已经挺好 联想到平日里丈夫喜欢喝酒朋友也很多 原本想上前劝力的猪女士并没过多在意 二十分钟后那名男子要离开 丈夫江华坚持要送下楼 让猪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丈夫这之后就再没有回家 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 我给他朋友打电话 他们说可能是说刚刚醉哪去的 一等一就回来了 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两天后江华依旧是踪迹全无 得死后反正我能找到一人打电话 我就找了 家属比较着急 因为她丈夫两天不见了 便宜没带证件 也不可能去住店 深夜 丈夫江华领了一个男子回家喝酒 在送其离开之后 江华就失踪了 多方寻找无果后 朱女士觉得 丈夫江华的失踪和当晚 一同回家喝酒的这名男子 有着很大的关系 可是经过仔细的了解 这个男子并不是江华朋友圈里的人 那么这个男子是谁 他和江华出门之后 做了什么又去了哪里 江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夜半离家 丈夫和车就此无故失踪 反正我能找到一大电话 我就找了 全程搜索 无牌车内惊险妙龄女子 这个女性 绝地不是失踪人员里写的 深夜禁家的陌生男子 长途奔袭的神秘男女 种种蹊跷背后 失踪丈夫究竟身在何处 夜半来客 一线正在播出 朱女士报案称 不仅丈夫江华失踪了 她当晚驾驶的黑色轿车也不见了 撤银同时失踪 从目前的线索看 刺案件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据江华的妻子朱女士讲 失踪当晚 江华和陌生男子是开车离家的 民警立即对其车辆进行了查找 民警发现 当晚凌晨1点55分 一辆疑似江华的车开出了她住的小区 江华是当晚12点半送沃生男子下楼的 可为什么她的车直到凌晨2点才离开小区 在这一个多小时里 江华和那名男子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进一步调取监控发现 江华的黑色轿车从小区刚出来时 车身上挂有车牌 可之后再次进入警方视线时 轿车的车牌竟然被卸掉了 对于她这个车牌号 在这个时间点位忽然就是说消失 一种可能就是 失踪人员自己下车 把车牌号卸掉 之后可能就是说 要干一些其他的一些自己的私人行为 第二种可能就是说 不是私人员驾车 为了掩饰什么 逃避是掩饰 而且发现她在很多的路段 是没有开车灯进行行驶的 近次刑警 大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合成作战中心全面展开了 对江华车辆的调查 我们分局这个合成车辆中心 是集行诊 计诊 网诊 图诊 情报 为一体的这个研发东西 臭掉了分局各京组的精力强教 组成这么个团队 他们不上岸 大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合成作战中心是在2014年4月成立的 一年多以来 合成作战中心利用其多个警种的集中优势 无论是案件防控还是案件侦破 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就眼下江华失踪的案件而言 合成作战中心图真中队 要尽快找出江华车辆当晚的全部活动轨迹 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辆车子非常非常的难重 因为黑天看一辆黑色的车 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 其实就是一个黑影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 车尾部的尾灯和时间点 一点一点的逐真逐秒了 进行核对 在连续工作两天后 民警发现 6月7日凌晨2点35分左右 江华车辆的轨迹非常蹊跷 录像显示 此刻没有车牌的目标车辆 进入了彭运街 一直向南行驶 开出一段后 车辆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 车后尾灯也熄灭了 疑似停靠在了路边 在这个阶段 我们又调了下个路口 你发现这开车没出现 十几分钟后 民警发现目标车辆又启动了 目标车辆在我们的南头挑头 缓慢的向北行驶 而且该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 没有开灯 这种情况极其可疑 十几分钟我们不知道该车辆 往干什么去了 我们怀疑可能是车上 要上人或者下人 会去取什么重要的物件 所以我们迅速到达现场 对周边的旅店 商铺 包括一些室杂店 监控录像 能够扫到道边的进行工作 这是2点37分30秒的时候 完了发现旁边有一个汽车灯在闪 我们的闪灯的话 我们怀疑有人从车上下来 紧跟着我们在37分50秒的时候 就发现有个女子 从这个第二门前向南跑过去 根据车辆停靠的时间 以及周边监控的比对 民警确信 该女子就是从江华的车上下来的 如果研判 这个女性绝对不是失踪人员的媳妇 那么就是说 这个谁在开这个车 这个车上谁是驾驶员 这个驾驶员和这个女的 是什么关系 既然该女子不是失踪人员江华的妻子 那她为什么深更半夜 出现在了江华的车上 如此看来 她和江华失踪必定有联系 由于该女子下车时非常匆忙 警方认为 她的活动肯定是有目的的 民警随即对附近区域 展开了仔细摸牌 此刻警方并不知道 就在女子下车的区域 一家韩式料理店的老板 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 一二天三八的时候她没来 我这怎么办哪呢 打电话没去不上 蓝先生说的是她家的一位服务员 名叫马霜 二十四岁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蓝先生说 六月七日凌晨两点多 马霜突然翻墙进入了饭店 他从后窗敲门 我们员工 把那颗上下来给他开开门了 亲人员工说 好像是掉眼泪 完了头发也是上楼 所以跪着拿了四百块钱 除去拿走四百元钱外 马霜还带走了一些衣物 这让宿舍里的其他服务员有些紧张 他们意识到 马霜一定遭遇到了什么事情 问怎么回事 他说说他老公出车祸了 在医院没钱 半夜要拿钱走了 在这之后几天 蓝先生再也联系不上马霜了 他也让员工去附近的医院查找过 可并没有找到马霜及其丈夫 那么马霜的丈夫到底是真的出了车祸 还是马霜有着他们不知道的秘密呢 江华失踪以来 合成作战中心图真中队的民警 一直在努力寻找江华的踪迹 四天后他们终于从纷繁复杂的监控中 再次发现了江华的黑色轿车 监控显示 6月7日凌晨2点41分 江华的无牌黑色轿车 到了阳光海岸加油站加油 一分钟后 副驾驶下了一位女子 因为驾驶员没有下车 无法看清驾驶员的提摩特长 看清了一个女子的模糊影像 加油完成后 驾驶的女子跟随工作人员 前往了加油站内的超市结账 就超市的这名女性 从市民监控上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她体态中等 长发 年龄大约是20到30岁左右 经过辨认 这名女子同样不是失踪人员江华的妻子 在超市中 该女子挑选了一些物品 经过超市服务员苦疑 当时女子买东西时 神色比较慌张 时不时地会看向门外的车 好像对门外车里的人非常在意 当晚女子在超市买了一些食品和水 让侦察员非常不解的是 她竟然一次购买了四瓶矿泉水 买了四瓶水 一种可能就是准备长途跋车 第二种可能就是车上 还有可能有了我们不知道的人 经过多方确认 在加油站加油买水的女子 以及在附近小区下车的女子 还有韩式料理店突然离开的服务员 都是同一个人 那就是24岁的女子 马霜 警方认为 马霜当晚的所作所为非常反常 马霜是在当晚的2点37分 匆忙地回到了她打工的饭店 拿走了行李和钱 还声称自己的丈夫车祸住院了 她要马上离开 但是在这之后不久 马霜竟然坐着江华的车 去了加油站加油 还购买了食品和水 好像是要长途跋涉 马霜到底碰到了什么事 她为什么连夜要坐江华的车外出 她和失踪的江华之间到底什么关系 正在此时 警方惊讶地发现 马霜的丈夫在当晚并没有出车祸住院 反而失踪了 两个同时失踪的男子 一段暗藏秘密的录像 谎言背后是慌不择目 还是硬有所图 夜半来客 一线正在不出 马霜从饭店离开的第二天 警方找到了其丈夫打工的烧烤店调查 从我那走以后再就没回来 后来打电话她没接 第二天的时候 我打电话叫她出台 完了她就是也没接 据了解 马霜的丈夫名叫肖心公 26岁 黑龙江七七哈尔人 此前在大连开发区某烧烤店做厨师 烧烤店老板说 肖心公失踪的时间是6月7日的凌晨 这和江华失踪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意外的情况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不寻常 因为截至目前 江华和马霜的丈夫两个人都失踪了 但是马霜竟然乘坐着江华的轿车 可能要长途跋涉 那么马霜和江华到底是什么关系 江华和马霜的丈夫两个人同时失踪的背后 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呢 警方继续对江华的车辆进行跟踪 最终民警发现 在6月7日早上7点左右 江华的车由大连收费口上了神海高速 往沈阳方向行驶 于第二天到达了沈阳铁西区 民警立即对停车附近区域展开了调查 我们发现其中一家刷车店反应 但是确实有一辆黑色的吉利金刚轿车 没有排绕 然后挺可疑的在他们刷车店刷车 洗车店老板说 当时洗车工在清洗车辆时 发现在车辆的后备箱中又有大量血迹 洗车店老板娘反应 后备箱里的血迹已经是腥臭无比 不同于一般的血迹了 开车的这个名男性 反应说是他车是拉扬了 后面是扬血 最终民警确认 那次来清洗的五排轿车 就是江华失踪的车辆 但是这辆车事发当晚 马不停蹄地跑到了沈阳 根本不可能去拉扬 因此民警推断 后备箱的血迹 应该是有人受了重伤留下的 那么受伤的人是谁 是失踪的车主江华还是马上的丈夫 销心工呢 刷车工过后回忆啊 当时是一个男性 带着一个带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 还有一个三四岁左右的男孩子 我们想他这个在沈阳市 对这辆车进行了刷洗之后啊 肯定是要衣食住行的 民警当即对洗车店周边的旅店进行了调查 经过一天的摸牌 民警在这家旅馆发现了线索 旅馆的监控录像显示 6月8日20点左右 一男一女带着一个孩子走进了这家旅馆 黑衣男子手上拖着一个大箱子 女子则手拉一个小男孩 在入住的时候显得非常疲惫 在开房的过程中 男子一句话没说 女的掏出个小男孩 跟服务员有交流 经过现场比对 民警确认 入住这家旅馆的女子 就是在加油站超市的那名女子马霜 而那名男子应该就是驾驶江华车辆的司机 这名女性的衣服啊 跟我们在这个加油站调取的监控啊 当时衣服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考虑它应该是 在高速上对他们的衣服进行清理 更换了 经过烧烤坛老板辨认得知 和马霜一起开车到沈阳的男子 正是他的丈夫萧欣公 至此可以肯定萧欣公并没有失踪 而失踪的江华则可能遭遇到了伤害 对于这个推断 案件民警并不意外 因为早到江华失踪的第二天 民警就对其失踪当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通过走访 他那个一个楼掌反映了一个情况 说是早点晚上听到楼下有争吵的声音 民警当时对小区楼下进行了仔细搜索 很快他们在小区一出民房前 发现了江华离家时穿着拖鞋 还找到了一块带有血迹和毛发的砖头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开发区分局才第一时间对江华的失踪展开了一系列侦查 最终警方查明 潮心工和马双连夜驾驶江华的车逃到沈阳 然后在后备箱中发现有大量的血迹 至此民警分析 江华的失踪乃至于遇害 必然与潮心工夫妻有关系 之所以如此推断 还因为潮心工上班的烧烤店老板反映 潮心工事发当晚曾经和江华一起喝过酒 烧烤店老板说 当晚江华和潮心工喝酒后 潮心工开着江华的车送他回家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那么潮心工和江华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眼下抓捕潮心工及其妻子马双迫在眉睫 大连民警也赶到了潮心工的老家 可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 正在案情一筹莫展之时 潮心工竟然主动联系了烧烤店老板 过去前段时间了 只有三十天左右吧 说打电话 回来说给那账算算 网友说可以 根据潮主反映潮心工要回来面对面 取工资的一个消息 我们决定对的实施诱服 当天晚上 开发区公安分局的民警 安排了两个抓捕组 分别蹲守在烧烤摊的两边 等待着潮心工出现 可是从当天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半 潮心工不仅没有出现 甚至电话都已经关机了 当时我们怀疑可能是我们最深的抓捕已经泄露了 或者我们不经意间在哪弄出了马脚 我们从而把重点转向了周边的旅店 网吧洗浴等娱乐场所 各项调查都在秘密进行中 直到当晚十一点多 抓捕民警终于找到了消心工的踪迹 我接到指挥中心的那个电话 说这个犯罪嫌疑人肖某啊 以及那个他的妻子正在咱们开发区 学游网吧上网 目前确定了嫌疑人在学游网吧里 可信啊 你们几个穿便服 先从吧台开始摸牌 完了已经有位了 我们穿几桌的门口堵住 现在开始上 好 走 当晚消心工及其妻子马双一起被抓捕 你现在还说你有关闭吗 有 我之前跟你们说 就是我在这朝着打个架 打架是这案件 我们是行刑 我把刑刑你 你现在是公主 你都是公主 你的事实 这就是消心工26岁初中文化 他被抓捕之后 警方最开始对其的审讯工作 进展的并不顺利 到后来消心工供述说 他当晚和失踪人员江华打过架 打架之后 他将江华放在了车里 然后将其放在了高速路旁 我现在冷了 完了死活也不知道 就现在冷了 他要是命他自己 有人瞅着或者是他自己能再醒过来 就会拉倒了 那我们就想到那个了 当时肯定不能死亡 还有抱那个希望 但是截止消心工被抓获 警方还没有江华的任何消息 江华究竟是死是活 现在到底在哪里 无论是江华的家属 还是侦破此案的民警 大家都急切地想尽快查明 这个我们没法确定被害人是否已经死亡 因为如果被害人当时被抛弃之后 他如果醒了 自己离开了 过后我们又回家 我们是没法确定这件事的 所以只有找在找到尸体的情况下 确定死亡了 我们才能对山地前人提起起疏 审讯表明 消心工是导致江华失踪 甚至被害的直接作案人 消心工和江华之间到底什么关系 案发当晚 两个人从江华家喝酒出来之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 以至于消心工动手打伤了江华 并且开车把他拉走 最后把他放在了高速路旁 还有 作为消心工的妻子 马双为什么要和消心工一起 连夜外逃 在这起案件中 马双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不知彼此姓名 他们竟然把酒言欢 他俩就多了喝酒 问青红皂白 他们却是错上加错 真相令人恶然 夜半来客 一线正在不出 为了尽快找到江华 民警带着消心工 沿着高速路寻找 你描述一下 当时的地方 周围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树和 这草大约像咱现在停的 到边这么高 不知道是消心工刻意隐瞒 还是因为当晚他酒后开车 加上高度紧张 以至于真的记不清具体的地点 在数百公里的高速路上 按照消心工提供的线索 民警一直没有找到江华 我们就想先带他上车去沈阳了 但是我们刚刚把这个车驶离的时候 我们就闻到了一股臭味 你做到臭味 真相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 民警最终在草丛里找到了已经死亡的江华 如果头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与其典型的散营案件 散完营以后 枪车 运死 运死人以后 将车变卖这么起案件 这些案件 我们需要反思 如果是我们不及时开展工作 等到在省大的刀边发现尸体 如果从发现尸员要开展工作的话 那将来判的难度是很大的 后期审讯中 焦星公对涉嫌杀害江华 抢劫江华车辆和手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贵 他的儿子里也开过案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我那时候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直到后期你们 办案件 就是告诉我 焦星公的供述 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 按照他的说法 他既然不认识受害人江华 为何会将其杀害呢 两个人案发当晚 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呢 我得烧烤摊干活 他上午烧摊吃饭 俺俩是多能喝酒的 焦星公说的是 事发当晚也就是2015年6月6日晚上的事情 他说那天晚上 江华和朋友来到烧烤摊喝酒 当时是两个人 完了在那一起喝酒 喝到20多分钟以后 其中走了一个 剩了一个 朋友离开后 江华独自一人留在了烧烤摊 他招呼烤摊的厨师 肖星公 说是再给他来一瓶啤酒 烧烤师呢 又给拿了两瓶啤酒 把它放到那了 放到那了呢 他那一的时候 得我要一瓶 拿两瓶啤酒 我说那个 我心里面还有一个朋友 我说 我走过来 就我自己的名字打两 我说没事 那个不要钱了 送你 把它停了 把它就剁下 让我和他喝一瓶 把它剁下 得喝 就这样 江华和肖星公 坐在一起喝酒 渐渐的 两个人越聊越投机 酒也越喝越多 就在不经意间 肖星公猛然想起了 曾经和江华的一段往事 跟他唠着唠说 在哪儿见我 我说 我也感觉好像在哪儿见 他跟我说 你是不是那时候 亲牌子 让我打过那小 瞅着好像跟你差不多 那可能是你 那是案发 一个多月前的事情 那天 肖星公骑着摩托车 走在回家的路上 刚刚喝完酒的江华 和几个朋友 走到前面 就在双方擦身而过的 一瞬间 冲突发生了 我那时候 骑摩托车 从他旁边过去 别喇叭 可能吓着了 他几个人给我逗了 江华和朋友 当晚都喝过不少酒 带着酒精 他们对肖星公 进行了殴打 当时我鼻子破了 完了 他把我拽起来 往地去的时候 可能把腿 胳膊和腿 抢发在皮儿 不严重 但是他踢着我 好像很疼 当时肖星公被对方给打了 打坏了 完了之后 他一直怀疑在心 结果今年的六月 突然偶遇他了 肖星公说 这次相遇后 两个人都没有过多 谈到此前的那次矛盾 双方喝得很尽兴 半个小时后 眼见江华喝多了 肖星公开着江华的车 送他回了家 到了江华家中 江华拿出了两瓶啤酒 两个人再次喝了起来 直到凌晨十二点半左右 肖星公要离开 江华热情地 将他送到了楼下 可就在这时 肖星公突然接到朋友电话 邀请他去唱歌玩耍 进此情景 已经处于醉酒状态的江华 要求和肖星公一起去唱歌 肖星公说 江华非得跟着他 一起去唱歌 为此两个人争吵了起来 江华也在纠缠 除非要跟肖星公一起 出去喝酒 引起了肖星公的 薪酬和救援爆发 当时我在酒精上 完了 这就激动 完了 但是就打起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后来警方在小区里 发现血迹的原因 在这砖头重击之后 江华晕倒在了地上 肖星公将晕倒的江华 装进了后备箱 然后开车离开了小区 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侦查 他特意卸掉了车牌 准备连夜开车 逃离大连 在此期间 他给妻子马双打去了电话 我那时候行的就拉他到我外 拉他跑 挺着急的 时候一把完就下楼了 接着我一看 还有个车 我说这谁的车 你这别问了 你不要 马双 马双24岁 和肖星公结婚6年 已经育有一个男孩 他怎么也想不到 当他带上孩子 和肖星公离开大连时 他的命运也就此改变了 我没敢告诉他 我怕告诉他 他接受不了 我也不问 反正我对象说 要是谁让我走 这之后 两个人开车 到加油站加油 马双还在超市中 买足了食品和水 为了筹集更多的钱 在肖星公的要求下 马双深夜返回了上班的饭店 取走了400元钱 和一些物品 马双回到了手打工店里 取完了物品之后 然而鸡鸡汪汪 赶到了山海高速 车上高速后 肖星公刻意将车内的音乐 开得很大 借此分散马双的注意力 可是没过多久 马双终究还是发现了 车里的异常 我媳妇呢 他不就说 那个什么 说那个 后边有东西 我说 我说 哪有东西 他后边有东西 完了后期 我说 你别这事 我说 没事 他那边还不知道 一直在车里 我后边就走了 后边停了去了 完了我那边就告诉 我说 一直在后边 我问他 你那把这鸡鸡想干嘛 你拉他干嘛呀 他说放那不行 完了 拉走 你是怎么想的 那边玩 但是我就害怕 什么也不想 就是害怕 听到后备箱中有动静 肖星公将车靠边停下 然后下车打开了后备箱 查看 下车我上后边 有人就没动 完了我呢 想去捡了块石头 拉石头目的 看他死没死 打他了 打了 你为什么打他 当时就看他死没死 那会儿你在哪 我在车里 抱了孩子 你看到他做他了是吧 没有 完了那也骂我对象 也骂他 完了就不让骂 就揍他 肖星公被姜某击打 姜某没有了职业之后 关上了后车盖 继续开车 逃了一夜 肖星公行凶的整个过程 车上的马霜 都看在了眼里 你没有想过去当时 去阻止你老婆吗 但是我不敢动 抱着孩子 趴下着孩子 你为什么要不抱紧呢 想不想过 我都梦了 根本就没心思 我都没心思 我都问他 你这样让你都抱 我就受牵连了 他说不放心 不再受牵连的 我也以为 跟我没关系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心思 要直到这样 我肯定得报警 我对马霜体森的过程中 马霜他现在还一直认为 这些事情是 肖恩公一人所谓 与他根本无关 一直还纳闷 为什么要对他采取强措施 马霜的状态 现在属于无知家访盲 他老公出事了 他就私底成长 应该帮助老公 他出于这种角度 而突发了法律 马霜的胆怯和无知 让肖心宫 以及他自己 越来越深的 陷入到了罪恶的泥潭 在此后途中 江华再次苏醒 肖心宫又对其 进行了殴打 直至江华死亡 然后 他将江华 扔进了高速路旁的树林 驾车到了沈阳 在沈阳洗车后 他和妻子逃到了 齐齐哈尔 最终在当地 变卖了江华的手机和汽车 江华公交代 把车收藏之后 没有感觉到 公安局会有察觉 他感觉到 自己作案的过程中 整个天衣无缝 跟被害人不认识 他认为 回到大连开发区 打工地 继续居住 更利于自己隐藏 但是 由于大连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 在江华失踪后 所有侦查工作 快速展开 第一时间 获得了案件 侦破的关键线索 最终 在肖心宫和马双 回到大连的当天 就将他们抓捕归案 回看这起案件 肖心宫的冲动和残暴 马双的无知和盲从 最终剥夺了江华的生命 同时 也剥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 目前 肖心宫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被检查机关 批准逮捕 马双 明知其丈夫肖心宫 涉嫌犯罪 非但不报警 反而为他的逃跑 提供钱财 后期 甚至用虚假的身份证 帮助他藏匿 马双 因涉嫌 窝藏罪 包庇罪 被检查机关 批准逮捕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 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 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时间